子音的音标写出来了 对了 就是这样 他子音的音标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要去写母音的音标 对不对 好 如果他没有规则 你就照你背的那个去写 你前面几堂课 已经让你猜过很多字 你都猜对了 对不对 好 这边是告诉你 第一个规则 如果你在一个字的尾巴 看到一个音 如果在一个字的尾巴看到一个音 我说这个音不发音 再看一次喔 我如果在一个字的尾巴 看到一个音不发音 他前面的这个母音怎么办 你看 他前面这个母音 就会念的跟这个字母 一模一样 再说一次 如果一个单音节的字 他后面有一个音不发音 你子音的部分写完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他这个还没有写 这个的念法 就会跟他的字母的念法一模一样 请问这个字母是什么 请问这个字母是什么 这个字母是A 所以他就念作 好 你来看 就念作 你就给他写 A就念作 所以这个字就念作 这个字就念作 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就念成 来跟什么念 再来看 再来看 再第二个字 你再来猜这个字可能会怎么样 你再看喔 哪几个是母音字母 I 还有 好 这两个线不理他 R的话 R R R 造操 对不对 滴滴 的的造操 子音的部分写完了 又看到了 字尾有一个E 我说他 不发音 前面这个母音就要念的跟他本身 一模一样 这个怎么念 这个是什么字母啊 爱 爱 对不对 爱 爱好 他就要念作 爱 好 他就念作爱 好 这个符号没关系 你多写几次多看几次你会记得的 放心好了 所以这个字就是 R 爱 什么 R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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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的 R爱 R爱 的 所以这个字就念作 R爱 再上一声音一点 这个字就念作 Ride 简单吧 好 再来这个字 你告诉我 你猜给我看 这个字可能会怎么念 你猜给我看这个字可能会怎么念 Cam 你为什么猜Cam 你告诉我 为什么Cam 对啊 很好 没有错 他就念作Cam 为什么 有点CC发 好 CC可可 你直音的先写 M发 在后面发 M M在后面发 好 写完了 然后你又剩下这两个了 对不对 怎么办 因为字后面是E 所以后面E不发音 这边不发音 然后呢 A就发它自己本身的音 A就发它自己本身的音 A就是 A 所以这个字就是 可A Cam 然后后面是 嗯 就念作 Cam 没有错 这个字又再念作 Cam 来跟着我念Cam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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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一点概念了 再试一个字 再试一个字 你再来猜猜看这个字怎么念 这些字你全都不认识 对不对 管它的全部都会念对 这样才叫厉害 对不对 来再看这个字 这个字 你猜猜看它会怎么念 对 来猜 根据老师告诉你的规则 猜 Tag T字音先发 T照操 K字音发 照操 OK 写完了 剩下A跟E 对不对 又来了 四伟这个E怎么样 不发音 前面的A就要发 就发它本身的音 所以A就是 A 所以这个字就是 T A Tag 后面是 可 这个字就念作 take 没有错 这个字就念作 take 来跟着我念take take take 是不是更有概念了 有齁 来再一个字 再一个字 再一个字 来猜这个字怎么念 没有关系啊 猜猜看 我又不会打你 对不对 猜猜看 怎么念 可能怎么念 念念看 Home 对 念作Home 你很厉害 没有错 他就念作Home 为什么 你先告诉我发母音的哪几个 O O还有 E 好剩下的怎么办 子音先 照操 HH 然后这个 嗯 照操 然后又来了 后面有一个E 不发音 不发音 前面就发 他本身的音 O就是 O 所以这个字就是 和O 后 然后后面是 嗯 所以就念作 Home 没有错 他就念作Home 来再最后一个字 更厉害的 来猜猜看怎么念 你学过了 哎 怎么办 I跟E 对不对 F 超笑来 N 超笑来 然后呢 后面 不发音 前面怎么办 I就发作 I 懂 好这是你学到的 第1个规则 好再来看第2个规则 来看喔 AEIOU 你有没有看到我都给他加一个R AEIOU 我都给他加一个R 有没有看到 好我告诉你说 AEIOU都加上R的时候 如果在重音节就会发这一个 看好这个符号 如果在重音节如果他是第1个碰到就会发 这一个 如果他在字尾 在字的尾巴就会发 这一个再看一次 如果在字的尾巴就会发 这一个 好你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这个字 给你了 这边看到OR I R E R OR E R OR E R 好来你看这个 这个是要你猜的对不对 这个是照操的 操完了 请问这个 发第1个第2个 第1个好第1个发第1个 第1个碰到的发第1个 字尾碰到的发第1个 第1个碰到的发 这个 没有错这个字就是 WR Work 这个就Work 这个猜猜看怎么念 Bird 为什么Bird B发 B D发的 照操 对不对 操完了之后怎么办 看到这个 是第1次碰到的发哪一个 第1个第2个 第1个所以就 R 所以这个字就念做 Bird 再一个再一个 H 抄下来 这边 第1个碰到的对不对 怎么办 R 所以这个字就念做 HER 再一个字 完蛋了两个了对不对 两个了对不对 怎么办 照操 照操 然后第1个碰到的就发 第1个 第2个碰到的就发 第2个 第2个所以这个字就念做 Walker 就念做 Walker 再来一个 只有这边对不对 这个你会的 这个你会的 滴滴 的的 O R CC KK TT TT 后面的 后面在字尾碰到的发 第1个第2个 第2个 第2个 在字尾碰到的发 第2个 好 这个字没错就念做 Doctor 就念做 Doctor M M 字首 M M I E E S S T T T 又看到了 在字的尾巴发 第2个 好 R 所以这个字就念做 Miss Tur 就念做 Miss Tur 这样有没有概念 再看一次喔 A E I O U 如果加上R 如果是你第一次碰到 你就给他发这个 如果是在字的尾巴碰到 你就给他发 这个 这样懂不懂 你今天是不是学到两个规则 第1个规则是 如果字尾有一个 E不发音 前面的母音 就发他本身的音 有没有 如果字尾有一个 E不发音 前面的母音 就发他 本身的音 对不对 第2个规则是 如果A E I O U 加上R 如果你是第1次碰到 发 这个 如果在字的尾巴 碰到发 这个 这样懂不懂 子音的部分怎么办 对啊子音的部分就造操 这样懂不懂 我是不是给你补充了好几个规则了 再想一次 第1个规则 第2个规则 我还有第3第4个规则 我们下一节课再讲 好不好 回想一下今天老师教的东西 母音分两种 音标分两种 母音跟子音 子音就是跟你口诀一样不太有变化 母音是要你去记的 可是记的时候有很多的技巧 我现在就是在教你技巧 今天教了你两种 第1种是后面不发音前面就发 本身的音 第2个是第1次碰到加上R第1次碰到发 这个第2次碰到发 这个 记起来了没有 其他的规则我们下一节课再补充 我们今天就交到这一个地方 你再回想一下 非常的有用 到这里大概90%的音标 你都没有问题了 OK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 再想一次 明天我再为你们 好